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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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到文乌子频道 今集会为大家示范另一个日本手工鸡 家河顶针 先准备材料 数换一个 已经用牛油纸画好瘦等份的分隔线 另外准备粉红色和金黄色的手线 开始前先用一条显眼的线 在分隔线的其中一点穿过 作为显示起点的位置 先用粉红色的手线 用一股线 针先在素环中间的部分穿出 隐藏线 然后在刚刚出针的位置的旁边入针 再在标记起点的位置出针 留意针由和风部的里面穿出 左手帽子要压着线头 以免松脱 接着在起针的位置做一针固定针 贴近刚才出针的位置 在和风部上做挑针 先要压在针的下面 然后拉出针 将线拉紧 完成固定针 第二个出针点要将数环转180度 在起针点左边的一条分隔线串针 同样先做挑针 同样先做挑针 将射在针的下面再拉出来 将数环转180度 准备受第三针 同时将第二针的线拉紧 相同步骤在第三段分隔线上受第三针 相同步骤在第三段分隔线上受第三针 在第三段分隔线上受第三针 将线拉紧 如此类推完成一圈粉黄色 将近期一圈粉 在铺烈中受第三针 一圈粉黄色 可藏 这一圈粉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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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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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